南加州华人民众最近常常抱怨 在停车场收到的罚单 上面都会写着后退式停车 或者是穿越式停车 这到底是什么呢 反应都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呢为何会被罚 为了帮助民众了解 东森新闻就特别专访执行这项规定 已经超过十年的天普市 请执行法员来说清楚 讲明白 所谓停车场违规穿越式停车 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把车停进一个车位后 发现于对面车位间没有障碍 就顺势往前开车头朝外把车停住 第二种就是在车道逆向行驶 到车入库停进车位 同样是车头朝外 这两种停车都已经违法 看禁止穿越停车的警示牌高高挂起 天普市执法官表示 只要是有此规定的停车场 每个入口处以及内部都有告示牌 希望民众多加留意 以防给周边行人带来危险 环顾停车场里一辆辆车都规规矩取车头朝内 但还是看到有车在空档的停车区任意穿行 对于这样的违规者 不论是否还是警方都不手软 一旦逮到粉红罚单上画个叉 这一张可就是55块 在任何no biking parking的停车场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不要这样车头朝外的穿越式停车 这样不止很可能拿到罚单最重要的是 离开的时候还可能会引发交通意外 以上是东森新闻王一柳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